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世界的民众把目光都拒绝在周二和周三美股的走势上 如果美股再次出现2000点的暴跌 那很有可能将会陷入到金融危机的恐慌中 那么但是事实上在昨天晚上美股是出现了强劲的反弹 三大指数分别上涨接近于5% 这么一来的话也是打消了人们对于 至少是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人们对于是否会有下一次金融危机 马上开始的一个担忧 澳洲股市在昨天早上也已经开始了上涨 在之后随着中国A股开盘之后的上涨带动之下 澳洲股市最多上涨达到了3% 其中权重的银行板块和矿业板块的涨幅均超过了5% 那么刚才说到美股也出现了上涨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则因为美股的暴涨而出现回调 目前报价大约是1650美金 从高点是下落30美金左右 另外石油价格也是从周一暴跌30%最低的29美元 目前回升了整整20% 也就是6美元左右 目前一头美国石油报价大约是35美元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第一个话题我们就来重点跟大家说一下的是 现在很多的投资者和朋友都在问到 这个美股暴跌 而且是一度是出现了熔断 这是不是意味着金融危机真的就要开始 我们知道由于本周一是墨尔本这边的公众假期 因此我们的节目是停了一天 那天我也没有来公司 但是我的手机一整天从早上到晚上 一直就是响个不停 很多客户也好朋友也好 他们纷纷跟我说 石油价格暴跌了30% 澳股也是下跌了整整6% 是不是这意味着下一次金融危机就要来了呢 或者说它已经就是开始了呢 我们都知道 每个人对于观点看法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是看的是正方 有的自然呢就是反方 那么昨天我在这个微信朋友圈中也看到很多朋友说到 用到了这个经济寒冬 甚至于呢是说到呢 2007 08年这种危机到现在12 3年了 12 13年 该来的终于还是要来等等 说的是非常的悲观 当然他们发表他们的这个观点 这个权利当然是可以的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一次事件 不管是油价暴跌也好 美股熔断也好 它并不是金融危机的开始 为什么呢 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要知道 金融危机通常是由于某一个突发性事件 突然发生 并且在短时间之内造成巨大的负面效应 以及影响到股市 特别是信贷市场 也就是我们说的钱 没了 市场上没钱了 银行之间也没有钱 银行借不到钱 这边又不断有人要取钱 那它只能破产 包括金融 这个金融行业 比如说像银行 证券公司 基金公司大范围的倒闭 从而引发了民众的取款潮 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 以及大幅的通货膨胀 就钱不值钱等等 但是这一次情况 和2007年08年不一样 当时是因为 美国的次贷危机 也就是我们说的 本身是没有负担能力的人 买了很多的房 导致 但是这一次 没有银行倒闭 也没有哪个国家的股市崩溃 虽然说我们知道 沙特发起了石油战争 和俄罗斯 油价暴跌了30%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虽然在70年代 同样也发生过石油战争 但是当时的油价是上涨了三倍 从而引发西方的金融危机 油价低 在实际上是利于经济恢复的 因为油价下跌 就意味着 不管是交通运输 还是航空运输 他们的成本 物流的成本都会下降 也就是运输的成本下降 能够帮助到商家 从而降低 商品的价格 消费者也能够从中获利 大家也愿意多开车出去 所以 虽然我们知道 这次油价突然是暴跌了30% 给大家更多的造成了一个 心理上的恐慌 但是实际上 我并不觉得 它对于全世界的经济 有负面的影响 油价的大涨 是损害经济的 油价的大跌 实际上是有利于 消费者和商家的 当然 由于这次的突然暴跌 我刚才说到 造成了一个心理上的恐慌 因此 大家非常的 过度的担忧和焦虑 我要说一点的是 实际上 从2006、07年开始 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放缓了 大家都知道 那么 不仅仅是中国政府 包括了美国 日本和欧洲 不同的国家的政府和央行 其实都已经意识到了问题 同时 大家也都做好了政策性的准备 那么既然都做好了准备 如果情况恶化 什么降息的就会降息 印钱的会印钱 减税的会减税 这样 突然性爆发金融危机 可能性 就很低 这就好比是公司里面 有一个人感冒 其他人看到他感冒之后 也会准备好口罩 买好感冒药 以防万一 所以我说到 金融危机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突发性 和它短时间恶化 对于这两点来说 目前各国已经做好充分 准备的情况之下 突发性和短时间恶化的可能 我觉得并不高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一次 并不是惊人危机的开始 也许这次冠状病毒的疫情 会拖累到全球的经济 原本是增长的 可能不增长 原本不增长的 现在要负增长 没错 但是这就好比是 这是连续不断的阴雨天 但是它不会发生 短时间的雷暴 或者是龙卷风 这个是我的观点 相信在未来的几个月 时间能够验证 我们的对还是错 第二话题来说一下 澳洲的股市 特别是我们说 由于油价暴跌 大家纷纷提到 澳洲的这些能源股 暴跌了这么多 什么时候可以进场 那么我知道油价 由于突然下跌了30% 使得澳洲很多的石油和能源股 也深受打击 尤其是比如说 必合必拖 像OSH 包括像生产天然气的WPL等等 股价下跌都超过了10%以上 非常的夸张 那么在这些股票中 我个人一直是比较看好的 就是必合必拖 也就是BHP 全世界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 那么虽然说它是铁矿石生产商 实际上它的每一年的盈利 是来自于四种不同产品 分别是铜 铁 煤 油 铜就是铜矿 铁是铁矿石 煤是煤炭 油 是石油 天然气 所以说相比于其他矿业公司 只生产一类产品 必合必拖 它是生产了四类商品 它的风险要分散得多 但不幸的是 比如说这四类中 有一类价格突然下跌 它的股价也会受到影响 比如说这一次油价暴跌了30% 它就会躺 不能算躺枪吧 它也是身受其害 但是从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来看 任何时候 我说的是任何时候 在二十多年时间里 必合必拖的价格 股价低于30澳元 都是一个长期可以进场的时候 有朋友要 可能有朋友要说 它时间毕竟只有二十多年 过去的二十多年 不一定能够是未来的走势 没错 是这么说 但是我们要知道 核心 也就是必合必拖 为什么在过去二十多年中 能够连续增长 其实就来自于 中国连续二十多年的 高速城镇化建设 所以这一次 我们知道 虽然中国深受疫情影响 包括了整个GDP的预期 也在下降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国已经发布了 全国范围之内的 重新一轮 大规模 基础设施建设 这一次规模的力度 达到了35万亿 几乎是2008年 四万亿的十倍之多 那我要说的是呢 虽然基础设施建设呢 我不敢保证 它是不是要用到油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基础设施建设 肯定会用到钢铁 煤炭 铜 因此 这三类产品 又恰恰是 必合必拖 四大金刚中的三个 所以 只要中国这次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 时间 持续时间 达到一到两年 那么我认为 未来的一到两年之内 必合必拖的股价 将会得到强劲的支撑 因为对于资源的需求 也许是人为制造的 但至少这个需求 将会是实实在在的 换句话说 只要中国的经济没有崩溃 那么 任何时候 低于30澳元买入 必合必拖这一条历史经验 就将会继续可以使用 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 有对 也可能有错 让时间来证明我们的观点 感谢您一直支持我们的节目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和疑问 随时拨打电话 墨尔本总部 03-8658-0602 03-8658-0603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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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